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交网络中,情商被普遍认为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素养,超越了表面的巧言吝啬和技巧的运用。 真正高情商的个体不仅仅是社交达人,更是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深邃的思考和敏锐的洞察力。 本文将深入探讨高情商的几个关键特征,从深刻的人性洞察到情感管理的内在平衡,以期揭示最高级情商的真正内涵。 在当代社会,高情商不再是一种奢侈,而是成为成功和幸福的重要保障。 在这个快速变化信息爆炸的时代,理解人性善于与人沟通,成为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。 因此高情商者的表现不仅仅局限于表面的社交技巧,更在于对情感和人性的深刻洞察。 一、深刻洞察力。高情商的个体通过深刻的人性洞察,超越表面现象深入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情感。 这种洞察力不仅让他们在交往中更具敏感性,更为关系的建立,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真正的高情商并非只是看到眼前的人,更是能够洞悉背后的情感动机,使得他们的交往更加真实而深刻。 二、真正的倾听。高情商者注重真正的倾听,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回应,而是为了真正理解。 这种倾听不仅是一种技能,更是一种态度。通过真正倾听,他们能够更好地感知他人的情感,促使更真实、更深刻的沟通和共鸣。 这种真正的倾听,让高情商者在人际关系中,更容易建立起深层次的连接。 三、情绪认知与管理。高情商的人具备深刻的自我,情绪认知和有效的情绪管理能力。 他们不被情绪所左右,能够冷静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压力。 这种内在平衡不仅使他们在领导岗位上表现出色,更使他们成为悉心的朋友,能够在他人需要时提供稳定和支持。 四、真诚和善意。高情商者以真诚和善意面对他人,不仅仅寻求短暂的赞誉,更追求建立长久的信任。 这种真诚不是表面的虚伪,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。通过这种真诚,他们能够在人际关系中建立起牢固的纽带,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。 五、信任的重要性。强调信任的长期价值。高情商者明白通过真实的交往,建立起的信任是持久而可靠的基础。 这种信任不仅在个人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,更在职业生涯中促进合作和团队协作的发展。 信任是高情商者建立和维系关系的黄金纽带。 六、深入的人际交往。高情商者通过深入的人际交往,建立真实而牢固的关系。 这不仅仅是在表面上交往,更是在情感层面上建立起深刻的连接。 这种深入的人际交往超越了简单的社交技巧,是对他人真实需求的关切和回应。 七、非表面的价值。 最高级的情商并非仅仅是外在技巧的展示,更是对人际情感的深刻理解。 这种内在的智慧远比表面的。 八面玲珑更具深度和持久性。 高情商者懂得通过内在的,品质和真实的情感连接他人,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光鲜表面。 八、为善与关爱。 高情商的表现在于与人为善理解和关爱他人。 这种善意并非表面功利性的,而是一种深刻的人际情感智慧。 通过关爱他人,高情商者能够在人际关系中播撒有益的种子,促使关系更为紧密和持久。 九、情感底蕴与智。 慧,最终最高级的情商体现为,深厚的情感底蕴和高度的智慧。 在人际交往中,这种综合的素养使他们能够谱写出深情人际的交响乐章,留下持久而美好的印记。 这种情感底蕴和智慧是高情商者。 在人际关系中脱颖而出的关键,综上所述最高级的情商,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的社交技巧,更是一种深刻的人际情感智慧。 这种情商的卓越表现为与人为善,理解他人、关爱他人,并在情感的层面上建立起持久的连接。 高情商者如同指挥家,以其深厚的情感底蕴和高度的智慧。 在人际交往的舞台上谱写出,以曲曲深情人际的交响乐章。 这种综合素养不仅在个人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,也在社会中创造出更为温暖和融洽的人际环境。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,培养和提高情商,不仅是个体的需要,更是社会共同进步的动力。 很久以前,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里,有一位名叫艾丽娜的年轻女子。 艾丽娜是那个村庄里的一朵美丽的花朵。 她不仅容貌秀丽,更以她高超的情商赢得了整个村庄的尊敬和喜爱。 有一天,村庄里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,分裂了整个社区。 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,有意岌岌可危。 这时艾丽娜感到自己的责任,她决定运用她卓越的情商。 尝试修复这个破碎的社区,艾丽娜首先选择了倾听。 她耐心聆听每个人的心声,了解他们的痛苦和需求。 通过真正的倾听,她不仅理解了每个人的立场, 还让人们感受到了被尊重和理解的温暖。 这成为她修复关系的第一步。 接着,艾丽娜以她的真诚和善意面对每个人, 她并没有选择一味的责备或指责, 而是通过表达理解和关切努力化解敌意。 她的真挚感情和对每个人的关注, 逐渐打破了人们之间的隔阂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丽娜展现了出色的情绪管理能力。 当人们因冲突而愤怒或沮丧时, 她保持冷静理性地引导他们走向理解和宽容。 她的内在平衡成为整个村庄的情感支柱, 稳定了大家的情绪。 通过深入的人际交往, 艾丽娜建立起真实而牢固的关系。 她不仅帮助人们解决了当下的冲突, 更在过程中让整个村庄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社区。 人们学到了倾听理解和包容, 这些成为村庄持久和谐的基石。 最终, 丽娜不仅仅修复了村庄的关系。 她还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座桥梁, 连接了大家的心灵。 她的高情商成为了这个。 小村庄中一段美好传说的开始, 人们时常提起这个女子。 她的故事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传颂的佳话。 这个小小的村庄因为一个女子的善意和智慧而变得更加美好,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个温暖的家。 在一片古老的森林里, 有一位年轻而聪明的冒险家名叫朗志。 她是这片森林中一群勇敢的探险家中的领袖, 以她的智慧和高情商在众人中脱颖而出。 有一天,森林中传来一阵神秘的咒语声, 整个环境变得诡异而混乱, 人们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不安。 朗志决定去寻找声音的来源以了解这神秘的变化。 在她的冒险旅途中, 朗志首先遇到了一只受伤的小动物, 一只被困在树枝中的小鹿。 而不同于其他人, 朗志没有匆忙地去解救, 而是用温柔的声音和缓慢的动作让小鹿放心。 通过她的体谅和敏感, 小鹿渐渐感受到了朗志的善意最终得救脱困。 接着,朗志在森林中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人, 她正式发出神秘咒语的源头。 老人解释说这片森林的平衡受到了威胁, 需要有人来拯救。 朗志并没有选择强硬的手段, 而是通过倾听老人的故事理解森林的需求。 她逐渐领悟到平衡的维护需要的不仅是力量, 更是智慧和情感的结合。 朗志开始带领一只由不同动物组成的团队, 通过深入的人际交往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。 她并非简单地下令, 而是通过鼓励和理解, 使每个成员发挥出他们最擅长的特长。 她的情伤使整个队伍在困境中更加默契, 相互信任。 在冒险的过程中, 朗志不仅仅是一位领袖, 更是一个懂得倾听理解和关爱的伙伴。 她用她的智慧和情感感染着每一个队员, 使得整个冒险旅程充满了温暖和默契。 最终, 朗志成功挑战并解决了森林中的危机, 平衡得以恢复。 她的高情商不仅拯救了这片森林, 也在每个参与者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这个故事成为了传说, 人们时常讲述朗志的冒险和她, 如何通过情商和智慧创造奇迹。 而朗志也因为她的高情商, 成为这片森林中一个备受尊敬的传奇人物。 好了,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,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,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